小春結婚很神奇 你還是覺得我們還是很不看好 不是說不看好 都這麼多年就算了 當初你和小春結婚的時候 很多人抱一個問好的態度 就是你們兩個是怎樣的 是不是在玩 那麼多年後相處是怎樣的 是好的 誰知道好是我們互補 我不知道你和他熟不熟 他又不太說話 他又不是那麼多意見發表 跟我是相反的 他正點我吵點 他雖然玩得 但他平時是比較 boring的人 我就比較hyper 所有東西其實是互補 那你夫妻兩個人 你要過一輩子是需要互補 兩個人 一起瘋那怎麼辦 始終也有一個會榮幸 所以兩個人很不同 反而結婚才是真愛 你不明白嗎 突然間你去到這個位置 在這個時候結婚了 這樣 我想 我覺得累了 我覺得是要時候找一個穩定 穩定性高 穩定性高 以及不自私 我不是說無私 我覺得這個男人自私很恐怖 很簡單 很多人都說孝順父母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你連你媽媽都不疼 我不覺得你會疼到我去哪裡 或者不喜歡小朋友 或者不喜歡動物 都很恐怖 你一定要喜歡其中一樣 起碼 如果不是 應該有一些其他傾向吧 首先他很孝順 這個不用說 可能你又不知道 不過資料會有 Caption會寫的 他很孝順 他拿過中國十大孝順獎 真的有這個獎 你對他很有信心 你說哪一方面 結婚這麼多年 不用他出去玩 哎呀 誰擔心誰成功 我這麼漂亮 你說 你都說我不像媽媽 你為何遇膚有術去哪裡 說真的 他自己想 他自己想 他自己想冷靜一下 他自己停止 他自己不想 不想 別去拍拖 哇 他可能不想播 他或不想 拍散拖 或不想 認識一些女生 也或什麼 他那個階段 是這麼巧 他的面子是這樣的 我剛巧碰到 那時候的陳小春 你說我們認識那麼久 說真的 是沒有任何苦 為什麼那時候才黑了 就是因為時間突然變成另一個笑春 他變成一個…真的 你不明白這些東西 很難跟你說 你不明白真愛